受到地震跟颱风的影响 花莲观光业直直落 即使今年的中秋节没有连续假期 不少业者还是推出了优惠活动来吸引游客 有赏金业者就推出 在中秋节这几天出生的民众 可以免费上船出海赏金 花莲则是有乐园推出兔年出生 或者是扮成嫦娥、月兔、吴刚等角色 就向优惠架 预估能吸引上万人次入园 游客们在游乐园玩得不一乐乎 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 让现场尖叫声不断 花莲乐园业者因应中秋推出优惠方案 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入园 只要你是生肖属兔的朋友 可以想免费入园的一个优惠 那另外如果你是有指定的装扮 例如你是扮嫦娥、吴刚 或是身上有兔子配件的599的优惠方案 今年中秋节没有廉价 优惠活动能否见效 业者乐观以对 目前预估14号到中秋节的游客上看1万人 比起地震后的到访人数 已经有稍微回温 不只乐园赏金业者也出招 今年大型金种领航金和抹香金的出现几率 比往年都高 也祭出优惠吸引人潮 那么我们从9月14号一直到9月18号 只要是寿星 我们都欢迎你到我们花莲的海上来走走 全部免费 赏金业者表示虽然这次没有廉价 但还是希望透过优惠吸引游客 毕竟地震加上台风重创当地观光产业 就盼中秋优惠吸引人潮回流 记者曾经也花莲报导